你好小姐姐 你干什么干 我们哪个人不见公司 赶紧走 老头 老头都紧了 你们干什么 没事干什么 干什么 草野 不许拍了 你现在这儿不许拍 草野今天就是这样随手拍 然后恶意点击抹黑我 我倒是无所谓 主要影响公司的形象 我那是真实记录 草野 你非逼我听你账号是不是 别跟我废话 但这件事情都下了快了 所有大家注意啊 以后不允许和粉丝 有任何接触 所有账号同一跟公司管理 听到没有 都听到没有 能吗 知道了 草哥 草野之前经常有粉丝互动 然后还有粉丝照片 用作视频素材 草野是智商回复 粉丝挺好的 行了 我告诉你 草野 不管是不是回复评论 以后要是让我发现 你跟粉丝有接触 直接猜出 别脏了公司名声 拿起来工作 那个北游行 因为刚才是被扣了好多钱了 这太过分了吧 就是粉丝见个面 这人不会让丹哥赶走了吧 这人不会让丹哥赶走了吧 终于在那里了 我是来照你拍结尾照片的 可以吗 我现在 哦 你在拍摄啊 哦 是啊 哦 草野哥 人气挺高啊 现在都一会主动找上门来了 不好意思啊 我们现在公司管理的比较严 要不你先回吧 那好 马上给草野哥你努力拍摄 加油 好 草野哥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其实我在车里给你准备的礼物 想送给你 不用了 那个心意窝脸了 你快回去吧 不是草野哥 是我亲手做的礼物 做了两天两夜呢 不是什么惠宗的东西 你不要有心理附带 你那边我就走 呃 那好吧 走 来 车在哪儿 啊 就这儿这儿 哦 就这儿啊 姐哥 我在后座给你准备的礼物 你自己打电话 给你打电话 好 行 草野哥 干嘛 草野你干什么的 你干什么的 你干什么事 张哥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我也觉得草野不是这样的人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不用你在这儿抓好人 张哥 我能给你解释的 你解释个屁 小川帮你说话 你要不要改变 原来女孩就在你 来 你说 我们帮你做什么 我就是草野哥的粉丝想来见他一面 没想到他来我来天场做这种事情 也许是他一直糊涂吧 不是你说有礼物要送的 我才让我过来的吗 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直接带你一说 草野哥 人家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帮不了你了 你就说实话吧 怎么可能有这么巧的事 你带单哥来的时间刚刚好 他就开始说谎 你们俩是不是早就穿得好吧 你早什么事都在人家小川身上 人家是来诅识你犯错的 我发现你不仅能力有问题 人家也有问题 那你又不相信我 是吧 我一定会找到这个女子 这事没完